新加坡的生活百胎 这一集我们继续向百分百新加坡迈进 什么才算是新加坡标志 能传递出这个国家的一些特质 说得好 让我们一起来核对心目中的新加坡标志 他们凸显了我们什么特质呢 大街小巷需要奇妙 只要流行 惊喜就在转角 心要取的心里是音乐 谁都取在不了这种歌调 要鼓鼻掉的鼓鼻音乐歌唱 龙头话题童年回忆 现在就心动 百分之百的新加坡 像套杀的梦 妈妈说都不放过 余悔是在等我 和小口去逗过 你是太亚洛 现在就心动 百分之百的新加坡 我的梦幻情 马来婚礼闹梦 这不分你我 转变了带动 中心人是新加坡 新加坡张力机场 自1981年开户以来 就已经赢得了超过 430个奖项 但是今年机场就已经 夺下了至少10个 世界最佳机场的大奖 这一机场到底有什么 必胜绝招 我能够绝招 多的航空间 where it's not as convenient but it seems to be really good everything is organized it's easy to find here everything who I'm most impressed with the courtesy and efficiency you know how the full home it's hard it's literally excellent i mean you got information they can't be any more helpful how may I help you asko je voor vous 精通多种语言 只不过是包压和机场的其他 两百多位服务大使的校特长 他们的服务宗旨才是独一无二 我们是电话 我们接触客人 可以帮我帮你吗 长官 怎么可以帮我帮你 你找到什么 你找到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接触 你会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忙 E24 你会直接来 我们能够尊散 我们能够尊散 那些人可能需要帮忙 你会惊讶 那些人需要帮忙 OK 再见 再见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 我可以说 从A到Z 找到妻子 我可以说 来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给他们 给他们 去新闻 给他们 去新闻 在公共区域 我们必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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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号 航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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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地区 甚至在航空间 我们必须知道 因此 我们也能做完美 机场的每一位服务大使 得定期接受测试 确保他们 对机场所有的设施 和确切地点了如指掌 张宇机场每年接待的乘客 超过五千万人 每周进出机场的航班 高达六千七百趟 除了一群卓越的前线服务人员 另有一批幕后英雄 日夜待命 确保机场安全运作 人 familiarity 因此 高达六千万人 每次的车 消防员必须在一分钟内控制大火 因为火焰很可能在四分钟内蔓延到机身 我们包括仇 They are a couple of specialized vehiclesandvessels Strikal Foambender ckommen6000LW一分钟 For aircraft emergencies we usually expect very intense fire the foam would be one of the best agentcriptwe can use to extinguish coccyard burning subsequently, our fire appliances will deploy some tactical positioning 这种大型的防火演习 紧急救援小组 每三个月会举行一次 平时则是每天举行较小型的演习 我们很严重 我们最后的一切地区域 是唯一的一切地区域 所以驰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的第一家 我的第二家是在家 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地区域 我们也认为了新加坡 我们像是参加的 参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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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负责幕后培训的傅月芳 当初也是一名新航空姐 是一种的性格的性格 是一种不容易的 它需要是训练的 我们看服务,甚至是一种很严重的 不只是给食物或饭给你的客人 它是比较多的 它是在理解的方向 我们要继续练的语练 我们要继续练的语练 和解语的方式 每一位空服学员得要接受15个礼拜的训练 6个月的试用期 才可以成功地荣升为正式的新航空节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访客 为什么不管日晒或雨林都要到此一游 欣赏我国这个标志的风采呢 看雨卫斯啊 好可爱 每个来玩的人都会来这里 就是因为它是新加坡 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来看一下 看雨卫斯 猫是新加坡 猫是从蝴蚀之中吗 是狗狗的 我不认为这样 告诉大家 这座1972年雕塑的雨卫斯的原创人 就是已故雕塑家林浪新 雨卫斯雕像高8.6米 可是动员的林家全体上下 日夜赶工才完成的 当时我们有大有小 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 然后跟我父母 像我 还有我哥哥 都大地往高处 就是雨卫斯的头部 脸部 再小一点就往雨卫斯的雨身 我们那时候 从来都没有爬过这么高建筑 所以我们在爬上的爬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惊心胆跳 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大 有三层楼高的大的雕塑 我们一直在摸索 我们做了又做 做了又检讨 做了又在改造 最记得我父亲一直告诉我们 做错不要紧 重新再来 打掉它 再来过 这样他只会给我们一个鼓励 给我们一个很信心 说不要紧 我们尽量去做 做不好 再来过 辛苦的六个月 林浪欣一家终于完成了雨卫斯的雕像 在我父亲的心目中 在他一生中 这是算他这一个代表作 也是他一个很满意的一个作品 狮子本来就很凶 为了要适应一个地标 所以他把它整个从外貌 改成很笑容 很友善的 欢迎你们全世界的人来到新加坡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雨卫斯 他是笑容满脸 永远不会有仇 林平文记得 父亲林浪欣完成雕像后 时不时还是会惦记着雨卫斯 回到雨卫斯花园 而不管出门到哪里 父亲总是会在衣领 别上雨卫斯徽章 直到他1989年事事为止 当我们在看到这个雨卫斯 就想起雨卫斯 想起我父亲带领着我们 给了我们勇气 信心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纪念 也是他的一个精神 我们经常看到雨卫斯 我们就会想起我爸爸 当时所说的话 我们全家的和谐 都是他把他的爱心 全给我们的 为什么用杨辉塑造的 雨卫斯雕像 里头竟然含有砂糖 我们小岛优越的地理位置 让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 转变成一个 从事转孔贸易的港口 转眼间 今天的新加坡海港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集装箱码头中转港 在港务界打拼多年的 女中豪杰 萧慧 对新加坡港口的所有运作 可说是料如指掌 我们必须确保 这些船只到达港口过后 能够第一时间 马上安排驳位 让船只靠驳作业 我国港口的五个码头 就有52个停驳位 供船只停靠 但是每天就有 多达60艘货轮进出港口 使用率那么频密 港口是怎么应付的呢 货船靠岸过后 我们会分配 我后面这些大型的岸调 依照那个船务公司的指定 把船上所在的那个集装箱 从船上卸到拖车 再由拖车拖到那个堆场 暂时存放 直到指定时间 再由拖车从堆场 把这些货柜 转运到那个岸边 转运到货主所指定的集装箱船 运往他们所指定的目的地 我国港口 每年可以处理 多达3500万个集装箱 这里多亏码头的 190个岸桥 和超过500个厂桥 以极高效率运作 才办得到 操作的每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 对很多船务公司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那么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现差错 比如说一个货柜应该放置在船舶的哪一个位置 这些都是要非常准确而且及时的 如果我们把货柜装在错误的仓位 那么这个货柜可能就会载到不同的目的地 那么这会造成对货主和宠物公司很大的损失 每一小时的耽误呢 他们可能会耗上 整3万到5万美金左右 秉持着分秒必争 不出差错的精神 新加坡港口历年来 在国际港务界都表现出娇人的成绩 能够为我们新加坡港口的发展 尽一分力 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由于新加坡河太浅 从远洋来到新加坡进行贸易的大货轮 无法在新加坡河停泊 靠的就是这些小博船帮忙来卸货 跑船了十五六岁就自己跑船了 大概差不多是六七六八年 科拉马头跟这个两边都是货舱来的 你看这个旧的店屋就是 以前每一间公司 有的是做米的 有做胡椒的 有的是做辣椒 有的是那个什么咖啡 就是有的是菜的 整条河都是那个卸货的 他们有的是用扛的 有的是用钓的 由于方进来的父亲和哥哥也是跑船的 他的大半童年都是在新加坡河渡过的 这些游泳是在这边 我们人家的船要出去 我们好像抓住他的轮带的旁边 给他拖出去 我们放手就游了 就跑到桥的中间跳下来 已经会游了 有的地方不可能能跳的 你一跳下去下面有石头 我们就创死你 我们在六十年代 这个桥很臭 那个味道我看 一两个公里有风 还是闻得到那个味道 你看臭吗 一两个公里 我们在海浪润还是闻得到 以前的肮脏到程度 我们吃喝大便 还有那个龙沟的死狗 死鸭死老鼠 全部是在里面的丢 也没有人清理 URA formulated a concept plan to rejuvenate the river and also to bring in new users for the old buildings like the shop houses and the warehouses improving the pedestrian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public's enjoyment along the waterfront was a key strategy so new bridges were actually built to link up the two banks old bridges were restored and then in 1992 URA actually constructed the first stretch of the promenade at Bok Kee turning what used to be a front service access to a very pedestrian-friendly environment We were also very conscious when we introduced new buildings along the river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ctually relate well to the low-rise conserved buildings The shop houses and warehouses they serve as an important anchor to our not-too-distant house where Singapore River was actually the lifeline of the nation 對方近来而言 新加坡河的蛻变 或许是這個島國 日益繁榮的最佳寫照 我们也想不到会整个新加坡 从那么烂 还有那个这样臭的地方 变成现在每个旅客都在新加坡 我们载他一圈走一圈 哇他一直赞赏 哇新加坡小小的新加坡 我们真的是很小 很小可以做到这样 其实早在三四十年前 滨海湾田土计划就已经展开了 The Marina Bay was chosen for th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city is because it's adjacent to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so there was this opportunity for us to then seamlessly extend the city immediately adjacent to it We really want to create a city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live, work and play in so for example where the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is located is more for office users whereas where the integrated resort is located that whole area there is actually for lifestyle users we also look at how we can give the bay back to the people that's why we have this 3.35km promenade around the bay and we looked at how we can create gathering spac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experiences when you come to the promenade in terms of urban design we try to create a city that actually has a sculpted skyline for example you look at Marina Bay Sands they have the lower rise buildings right in front and the taller towers behind this opens up the view to the bay we also looked at the opportunity where we can actually create spaces we also looked at the opportunity where we can actually create spaces public spaces for people to view the city that have visited the observation deck at Marina Bay Sands the sky park is really the icing on the Marina Bay cake it's been very popular from the outset right from the moment we opened it however if you are blessed to be a hotel guest and we were 99% occupancy last year then you can enjoy also the 150m infinity pool this is the highest infinity pool in the world and the longest infinity pool at that height it's a phenomenal view and it seems that it must see for every tourists that come to Singapore 滨海湾金沙2500多间客房当中 最豪华的套房就在这里 welcome to your suite this is your living room this is your living room we have a piano and a second living room and the TV you can actually turn around this is the dining area which can fit up to 12 people this is your bar area consists of teas and also complimentary water we have also a media room which consists of an inbuilt karaoke system a mini study room so called a mini office as well small kitchen and also a mini gym right here which includes the treadmill a steam room and a sonar room not to forget a game room this is a salon room this is your massage room and finally this is the master bedroom we have a king-size bed and a beautiful view which overlooks the streets of Malacca and gardens by the bed over there we have a his and his bathroom and also a walk-in wardrobe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ree more bedrooms each with an attached bathroom and a walk-in wardrobe 你知道吗 这间最顶级的主席套房 交价可以高达新币一万七千元 而且你还可以享有私人的管家服务 Hi, I'm Shen I'm the butler for today Whenever our guests needs assistance we'll be there in seven minutes or less our butler service is 24 hours on standby for all our VIP guests 服务至上的综合娱乐城 即使幕后的运作 也是每天24小时无间断 This is the wardrobe department We have 160,000 pieces of uniform in inventory With 600 different design Every day we deal with about 10,000 pieces of clean and saw uniform From 9,000 over full-time team members 陈美凤在酒店内务工作超过20年 但是金沙酒店的内务运作 可是它有史以来碰过规模最庞大的 When the new staff come on board What we do is that we will assign them with the correct part of uniform and the correct design And each uniform is actually sewn with RFID chips This is the chips It's sewn inside the uniform with a little pocket These chips can tell the lifespan of the uniform And how many wash we have sent to the laundry The side uniform will be thrown into this chute And the reader will capture the chips And record that this uniform is being sent for cleaning 这些一桶桶的脏衣服都会送去清洗 然后在24小时内归还 After we scan the clean uniform We were sorted out into the conveyor In total we have 18 conveyor Every conveyor there's 620 bags Each bag is actually a slot assigned to one of the team members So the team members can actually put their uniform into the government bag The conveyor is linked to a door outside And the team members can retrieve the uniform from the door What they have to do is just to scan their ID card Within 30 seconds the conveyor will send the uniform to the door And the team member will be able to open the door and retrieve it I'm here since the opening It was close to 4 years I tell people that I'm working in Marino Bay People will always say that Wow, it's such a big organisation It is considered an icon in Singapore And I believe it's also considered an icon in the world Obviously it's a very recognisabl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nd everything that surrounds it makes it very unique around the globe There's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As a Singaporean, I am very proud to see the bay as it is today To be able to be part of this project I think it'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s very heartwarming To see how it grows A lot of plants, a lot of hardwood has gone into it And every time I see this beautiful skyline It really reminds me not to take whatever we have for granted What can the world do you see on your mind? 茶 头痛啊 头晕啊 这种小小挂了以后了 多点历史了 防身了 谁用它呢 老人 他们每次头痛 I do know Tiger Balm I use it all the time I use Tiger Balm for rubbing on my muscles and he uses it on his mosquito bites I use a white one not an orange one 别太惊讶 还有让你更万万想不到的 就连好莱坞巨星 也是这个新加坡品牌的拥护者 还有还有一代网球巨星 甚至是英国国家805团 也是护标万金油的拥护者 这款小小的万金油里面 采用了什么配方 让大家对它那么着迷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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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闲人免金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do our blending and our mixing and being a hundred year old formulation we would like to keep it very distinctive and confidential 别着急 它可以通路的是 护标万金油里面的成分 A lot people don't know The Tiger Balm contains 55%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the formulation is consisting of about eight ingredients Wan金油其实是由一位中国宫廷的草药师 调配出来的秘方 据说草药师后来流落到缅甸 才在那里开店售卖万金油 He has two sons One or Boon Ho One or Boon Pa In 1926 The two sons brought Tiger Balm to Singapore and built a factory here at New Road That's when they do the expansion overseas from Singapore A lot of nationalities from the region came to Singapore to trade So from here they also learned about this product called Tiger Balm And when they found that it worked They brought it home back to India to China to Indonesia Philippines Thailand All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y learned about Tiger Balm Tiger Balm formulation today is not just a concoction Tiger Balm today is actually a modern medicine It is being registered with some FDAs in the world of developed countries 今时今日 我国这个百年品牌 已经从一种产品延伸到多种产品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都买得到 Tiger Balm today is found in three degrees Arctic circle Believe it or not In a place called Hammerfest, Norway And in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the world In the south New Zealand In a place called Bluff So you see Nothermost part point And the southernmost point There is Tiger Balm 不过 不管股票万金油卖到什么地方 这个品牌总会把一部分的制作 保留在新加坡 It started from Singapore This is what we call authenticity Wil you come with me to the sun 圣陶沙 Sentosa 这座在马来语被誉为宁静的岛屿 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名胜地之一 不过在1972年之前 这个岛屿却叫做绝后岛 马来语为Pulao Blakangmati 对圣陶沙前岛民 Masturi来说 当时在岛上生活并不是那么可怕 岛上还住了1500个人 二战时期 圣陶沙岛也是英军的军事要塞 Masturi在岛上还找得到当年英军遗留下来的足迹 1972年 圣陶沙进行开发 发展为旅游圣地 Masturi和其他岛民也陆续搬离 不过Masturi却选择回到岛上工作 圣陶沙高尔夫球场的一草一木 他都参与建设 经过了漫长的41年 Masturi每天还是回到岛上报到 Masturi自咕咕落地 就和圣陶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甚至连妻子也是在圣陶沙碰到的 I truly love this place So what more to say Really love How can it be like Singapore Because there aren't too many other countries where a lot of people live in HDBs 一个家 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投资 因为它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住家的 这是家 和保险 不像以前我们住那种杀利屋 那个比较危险一下 如果有一个屋顶来 遮着我的头顶就好了 对吗 丈夫祖屋是新加坡 超过80%的人口居住的家 你可知道 小小岛国 目前已盖了超过150万间组屋单位 而建屋局在1960年代 所新建的首批组屋 地点就在女皇镇 65岁的她 就见证了那段时代的变迁 那时候我们全家人是有 差不多爸爸妈妈 连奶奶 跟我们兄弟 我们有十兄弟 两个妹妹 一个哥哥 七个弟弟 全部一家住 她是一个派屋来的 1968年 我就嫁过来这边 就搬来祖屋 住到现在 现在是44年了 李苏女第一次看到祖屋的反应 竟然是 奇怪了 为什么一栋一栋的 还有每个门口是好像 那个皮筋后 那个个子的屋子这样 搬进祖屋住的头一年 李女士甚至不敢出门 担机是在九楼 我是走九楼上来 上到十楼 上到这边 我看得太高 我就跟他顿下来 一边顿一边走到这边 我这小孩子就 走到这边来 然后我的先生就站在前边 就看好像没有人 后面的人 有人就看到我顿下边 那衣服我没有晾出去 我再晾在里面 我怕我也会跌下去 差不多有两年多到三年 我才可以靠近那个地方 所以我的妈妈选四楼 那时候一楼 两楼 二楼 三楼 那时候已经满了 关水民 今年 他很小就从干榜班入组 干榜比较肮脏 比较多肥沉 比较热 我的房间比较凉 我住的是那个四楼 比较有风 有窗口 好处是什么 那个厕所 我住在干榜那边 少了水才喝 然后住在房间 不配可以这样自制喝 因为这会讲的很清洁 然后有电 住的以前的是没有电 晚上是没有灯的那边 干榜哪里有灯 没有灯的以前 是用这种的灯泡 这种的力量 这效果 从小小这样扁扁 它会空一空大这样 变成一粒 真的很亮很亮 好像那个爆这样就亮 因为这烤箱跟那个力量 爆下去 冻下去 爆下去 那边就很亮 然后用这个来控制 当时的关水民 还把干榜的生活习惯 带到祖屋里 他就在这里 这很平常的 好像我们以前 我住在干榜那边 那边也是有养鸡 所以我们是放一个芒 放在这边 不能的话 他跑来跑去 跑去外面 这一个芒 那个鸡小小只 从那时候养养的很大只 很大只 他吃什么呢 我们吃东西 留下那种饭 菜的什么 他也是吃 就吃了 越吃越大 越吃越大 就变成这么大只 两只鸡 那时候 没话了 要过年了 OK 我们是抓来吃 自己杀来吃 有啦 跟他讲的 我们要杀你了 不好意思 跟他讲一讲 讲的那个鸡 这样 关水民和太太 沈美香结婚之后 就从四楼 升级到十楼的这间组 他们在这里养儿育女 住了整整三十五年 以前是 那个屋子 那种全部是租屋的 不属于我们 甚至属于我自己的屋子 那个是不同的 对 同样住在十楼的李苏女 也在这个起初不适应的组屋 见证了儿子长大成人 有啊 谁说没有感情 因为这个是把我们的孩子养大 现在他们也是43岁的 我也从这边 把我两个孙带来这边看 所以你叫我把这个屋子 卖掉我不舍得 我们没有钱 那去卖另外一件 他是谁 你不可能不知道 阿是新加坡动物园的红牌明星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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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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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只曾货班 新加坡特别旅游大使的人员 在五年前离开了我们 不过提起 阿明 他仍记忆犹新 豆元当时决定替阿明保留原名 没想到 后来阿明在八九十年代迅速窜红 这个名字到今天 可说是家喻户晓 小的时候就是 讲到来书 就是讲阿明 看那个阿明 还有跟他吃早餐 这些是最高兴的记忆 的来到宿舍 我记得他的 那个毛很长 我 在一开始觉得 他比较可怕 因为那时候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还是蛮小 她费了八十五公斤 他们很强 如果她真的想要 变得激烈 你看 但她还没有做到 阿明 其实是一只感情 非常细腻的动物 她爱人 她看着孩子 她爱他们 你看 她去看他们 然后看 但阿明 有点特别的 她知道 我跟她聊天 你跟她聊天 你跟她聊天 她很小的声音 她会很小的声音 她会很小的声音 阿明的事事 虽然让人感伤 不过还好 她留下了五个孩子 六个孙子 好 好 好 这位阿明的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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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阿明的嫂子 她的嫂子 她的情形是比较像阿明 你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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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开玩笑 是吗 我开玩笑 那位阿明的嫂子 这位阿明的嫂子 很小的声音 我过去说 他们一直在玩笑 你自己想想太多 阿明的态 阿明的态 Vanda Miss Joakim 着景万代兰 在久远的1893年 被发现在一位 Agnes Joakim 小姐的花园 因此以她命名 1981年 这款胡姬花 被选为我国的国花 It's selected as a national flower 人博士可不是什么 普普通通的研究员 他在新加坡植物园 专门研究蓝蛙育种和宝育 所以关于胡姬花的种种种种 问他准没错 Vanda Miss Joakim won the FCC In the 1890s FCC is the first class certificate Awarded by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And it is the highest honor Any orchid can get 卓锦万代兰 可是新加坡的第一代 混种胡姬花 而植物园早在1928年 就已经开始推行 胡姬花的培育计划 这里就是任博士和团队的 培育实验室 我们能否进去瞧一瞧 It is our bounce Because it's a sterile environment But I can show you how we carry out our work Because orchid is very small They don't have any nutrient They require this artificial nutrient In order to germinate For all kids They're very interesting Once you make a cross You can get thousands of seeds And each seed can give rice to a different sibling And here you can see the whole family is here And then each of these plants Can become a new hybrid And so among all these siblings We select the best and clone it 目前植物园所收集的配种胡姬花 已经多达2000多款 当中有不少是以贵宾命名的哦 例如这个是以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而命名的 这款取名戴安娜黄飞 这个叫日本雅子黄飞 这个以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曼德拉命名 还有以威廉王子和夫人 卡特·米德尔顿所命名的 这些贵宾级的胡姬花 总数超过190种 他们都备受植物园的细心呵护哦 新加坡生日快乐 我叫周晨黑 我叫周寒鱼 你们什么关系 姐妹 我们是长男 今天周家姐的小姐妹 将连同爸爸和妈妈 过一个和往年 非常不一样的国庆日 往年就是 在家里 非常期待 看一个很好 很精彩的一个国庆庆典 那今年 当然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参与了这个国庆的庆典的活动 对我们来讲 当然更加的深一层 我们参加的那个部分 就是那个主题歌的演唱部分 那今年可能跟往年比较不同的是 就是有六十八个一般的新加坡人 素人来参加这个演唱 这是一个千载难风的机会嘛 而且是由整个家庭一起去参与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全家一起增进感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中家大小 大从三个月前就开始排练这一次的演出 就从完全不知道那首歌 一段一段地开始去学习 然后还有学那个舞蹈 那舞蹈像我们这种那种鸡手鸡脚的 就学了特别的久 其实不简单 对 他们的六月学校假期几乎都是排满满了 在六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每个星期六就去那个floating platform那边彩排 所以是每个礼拜两次 星期五和星期六 八月九号国庆日终于来临了 距离国庆庆典还有三个小时 周家四人已经准备出发到庆典现场 这感觉不一样吧 因为在家里看就是隔着一个电视荧光幕 可是现在是青年现场 我觉得我非常期待大家获得那个整个感觉 Coming to you live from the Marino Bay 合作者的 platform 欢迎来到MVP2013 Many Stories Many Stories Woo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Woo Happy Birthday to us Singalong Happy Birthday to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to us 我变了很久就抽不到 今天很新鸣 气氛比较好嘛 给隆入那个气氛嘛 Reject up 我会冷革 很害 很害 Many be audition You make unity To Singapore 我爱你 Actually when the theme came out Many Stories from Singapore It was really great I think it's a meaningful theme Because We all have our separate stories And we're not just one little red dot But every story counts Because Every single person counts So We came up with a variety show concept So that everybody's voices And everybody's stories Can be shared It's taken countless hours It's taken a lot of effort Not from me alone But from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is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were not paid And who were volunteering And giving off their ti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se people Who have brought the show together Who have come and given it their all They are what makes it perfect We're so much more One Singapore Oh I know we're just inspired And I'm excited It may not seem more perfect But you know what Our story's just beginning I'm gonna give it my all Oh yeah Together we can greet our song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as mine Together So that's why Somebody's brothers What we feel Not about And that's why Good Well Let's go And that's why When we were fighting On the stage What a lot of people products They can hit And we were singing That's why Look at that That's why When you're all Hey Users 那首歌曲 这种感觉是很难解释的 很感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